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歡迎收看這集的哲咒來尬店 兩個禮拜沒更新啦各位 再不壞的話 大家都會以為這系列聽集連載了 沒有啦 上上個禮拜我準備要去韓國 要屯片所以沒時間拍 上禮拜是剛從韓國回來 也沒有那個精力拍 絕對不是因為懶懶病發作的關係 那這幾個禮拜 網路上也算是發生蠻多事的 最近喜熱意的 一定就是那個改名的Twitter了 反正我也不想多說啦 一隻好好的小鳥被改成那樣 我也是只能默哀了 至於另一個陣營threats嘛 不對那個已經不是熱意話題了 已經沒多少人在意它了 總之謝謝推特啦 讓我想起App Store跟Play Store 還有個關於B自動更新的選項 我就是那個堅守小鳥的一員 好啦廢話不多說了 大家先一起來充電吧 首先第一則新聞 我們又要往國外去了 這個北韓呢 近期推出了他們的手機品牌 三台星巴 名稱的來由是以抗日時期的政治人物 金日成、金正日 和金日成的夫人金正淑命名的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外型 它配備了兩個後鏡頭和一顆前鏡頭 看起來蠻正常沒有太過時的感覺 而它是在當地7月12號的 中央電視台節目中正式公開的 電視台還接近購買這隻手機的民眾 在接聽電話之後等待一到兩秒再接近耳朵 以減少輻射傷害 其實他們的智慧裝飾品牌不只這個啦 之前就有出過了 包含智慧型手機也有 但都沒辦法連上外接網路 甚至沒有Wi-Fi 只能藉由SIM卡連接至北韓內部的網路 而且啊目前他們的行動網路還停留在山區階段 他們也聲稱國內並沒有4G的需求 而他們的官方電信公司叫做高麗 每個月的月租費只要台幣4塊錢 這倒是還不錯 嗯對一個蠻有意思的消息 剛剛也說了嘛 這不是第一款來自北韓的自由型手機 好幾年前也有款叫做阿里郎的產品 那一看就很像是貼牌的手機啊 貴格也很差 且這台的話感覺就比較好了 雖然也蠻有貼牌感的啦 無論正面背面都好像曾經在哪裡看過 反正單看外型絕對不會構成我想去買它的理由 不過它內建的系統還有功能那些的 我當然就會蠻好奇的了 對有照意真的會想要拍個北韓手機評測影片啊 看這樣子的民族會生產出怎樣的東西出來 而且如果我當初去南韓旅行 拿的是這支手機 然後碰到金針射飛彈 大家手機警報狂想那天早上 哪這支北韓手機會不會跟著想警報啊 感覺是個蠻值得探討的議題呢 等等各位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這樣的情況北韓手機會有什麼反應 不要認真回答我 請發揮創意 越幹話越好 我想替你們點消威 再來下一則新聞 各位都知道WiFi這個東西嗎 它已經是我們普遍用來存取無線網路的技術了 但你知道還有個叫做LiFi的產物嗎 外媒報條表示 IEE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 正式將LiFi這個技術 拿無線通訊標準了 它是以光作為傳輸的管道 所以凡是有光的地方 比如建築物的照明設施 它基本上都能作用 另外LiFi的傳輸速度會比WiFi快上100倍 有多快 理論速度可達224Gbps 另外它也不會影響到WiFi 5G本身的地位 因為LiFi雖然快 但傳輸距離還是有限 它比較適合當作室內的短距高速傳輸 而且畢竟光線嘛 所以有牆壁等障礙物擋著的話 它還是會影響甚至阻斷傳輸的 但換句話說也是可以減少外界竊取資料的風險啦 那畢竟這技術已經拿入網路標準了 所以將來支援LiFi網路的裝置 理論上也會越來越多 韋傑估計 有可能將在明年2月的MWC世界行動通訊大會上 發表相關的產品 嘿 LiFi這技術也不算什麼新東西了 不過正式拿入標準嘛 也算個不小的消息 往後你們看到名為802.11BB的標準 那就是代表LiFi了 只是LiFi是LiFi WiFi是WiFi 兩者是互不衝突的 各有優勢與短板 所以也不用有誰取代誰的問題 接下來第三則新聞 當今許多手機廠商愛我的AMOLED的螢幕 雖然具備亮度高 色彩經驗 省電的特性 但畢竟面板很薄 加上其他設計因素 造成面板本身也是相對脆弱的 比如有些廠牌的手機 就常常出現螢幕綠線等問題嘛 所以通常也會讓消費者很苦惱 不是送丘壞螢幕 就是得忍受上面有一條永久的光劍 不過近期針對這問題 似乎有了不錯的解決方案 那個廠商播各種手機DIY的YouTube頻道 Strange Parts介紹了一款儀器 它的特點在於 無需更換就可以直接修復這種損傷的面板 只要手機放在上面 透過機器的雷射光線 射在螢幕上 就能起到修復的作用了 而且這個雷射 其實原本作用機 就是拿來打造AMOLED的面板的 就是一個打造與修復兼具的東西 總之它是在手機螢幕亮折的情況下 執行修復的 操作人員會在途中觀察著修復的跡象 如果沒有修復好 那就要移除上方的玻璃 然後再次重新雷射 最強技術除了減少更換面板 所花費著時間與金錢之外 也可以減少這部分材料的產量 但它也不是所有情況都能修啦 比如螢幕本身已經裂了 或是有太多刮痕 那就沒辦法直接透過這張技術來修復螢幕了 對 雖然AMOLED本身的問題還是在 但確實是有了這個還不錯的解法 只不過這樣的儀器 有沒有辦法量產 廣用在各處 這個應該也還沒那麼早啦 以目前而言 螢幕綠線通常還是乖乖換面板比較快 保固連續好的話 搞不好還能免費更換這樣 那第四則新聞 三星的手機目前支援最高的充電瓦數就是45W 反觀是在OPPO、小米等等的廠商 65W已經是標配 很多都已經破100W以上了 但我爆料指出 下一代的三星S24 Ultra 將要採用它們時尚最高功率的充電技術囉 雖然這個瓦數是65W啦 以當地來說已經沒多稀奇 但之所以能達成這目標 主要是因為三星也更改了自家的電池技術 它們會享用所謂的堆疊式電池 這也是將來iPhone 15 傳輸可能會用的電池設計 能夠在相同的空間內有效提升電池的容量 還有對三星來說就是加快充電速度啦 但目前爆料的作者指出 似乎只有S20 Ultra才會搭載堆疊式電池設計 其他型號則正在評估中 具體情況要異產能而定 將來也可能考慮用在Z Fold 6 和Z Flip 6 上 好,這新聞的重點可能不在充電速度 而是那個電池技術 算是65W 對三星來說也是一個里程碑啦 只在這個年代已經不算什麼了 導致這個堆疊式電池 如果真的做到的話 那容量跟減航力確實可以給它期待一下 當然前一次也要有足夠的安全性啦 這些落七就是因為太積極的增大電池密度 才造成了悲劇呢 那最後這新聞 蘋果近期烏运集的發表了全系的無線型耳照式耳機 而且不是什麼AirPods Max 而是叫做Beats Studio Pro 沒錯,那個傳說中的Beats耳照耳機 已經於2023年再度現身了 現前Beats的招式耳機 還停留在2017年的Beats Studio 3 如今這個也算是它的更新款 那它的外觀大致維持著Beats Studio 3 的樣子 耳照採用了無縫設計的皮革 內建的喇叭單體有40毫米 那效能的話 Beats Studio 3 還提升了80% 因為這耳機還具備了空間音訊 主動降噪 通話率背景雜音等功能 你說那跟AirPods Max 不就差不多嗎? 喔,這就要來講Beats不一樣的地方了 因為它也能跟Android手機起到很好的搭配 除了Android專用的Beats App之外 像是快速配對 無縫切換音訊等等的 這在Android上也能做到 就不會像AirPods那樣 配Android手機就會閹割掉很多東西 對,至少還保持良好的Android相容性 這點值得鼓勵啦 因為Beats的牌子在2014年已經被蘋果買走了 現在是蘋果旗下的子公司 所以你們到那種蘋果專賣店或是經銷商 都會看到裡面多少有擺著Beats耳機 總量還滿多的啊 除了耳罩之外還有運動型等等的 然後都是能用無線傳輸的 畢竟iPhone早就砍掉耳機孔了嘛 而且說到Beats 真的也是承載著我不少的回憶 其實我人生中從來沒買過Beats耳機 但在我國中的時期 它就是個妥妥的潮牌嘛 那個時候2011年 HTC還以Sensation XC這支手機 正式展開與Beats幾年的合作 也因為這樣 那時很多電信門市跟手機店 都會在HTC手機旁邊 擺了個Beats耳機讓你試聽 然後我那時就想讓自己很操 帶了那個耳機上去拍下了這張照片 欸 其實我當時真的超想要擁有一個Beats耳照耳機 一方面潮牌嘛 但年代其實沒在聽也要掛在波子上讓大家看 一方面我當時也是喜歡Beats耳機帶來的音質的 簡單來講就是重低音很明顯啦 聽起來很爽 但是後來就沒有然後了 畢竟那時候的我怎麼可能買得起呢 不過還是個很不錯的回憶啦 選擇新聞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以前的這些事 總之以上就是這集的折作來尬店 其實我們的美術小編現在還困在日本 他跑去旅遊啦 結果碰到颱風所以還沒辦法回來 這些素材都丟上雲端讓他處理的 啊 在國外剪片工作 那就跟我在韓國一樣了 但至少去那裡也算是有放鬆一些讓自己充電的啦 那也祝各位都能充飽店迎接下一個禮拜啦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